有那个2个加8个再加2个 总共会有12个名称 所以你名称每个都要定义好 底下我刚好像漏掉一个税率表 税率表也要定义一下 税率表的话 特别是我的习惯是 不会选到那个 就是像税率表 定义的话就是这个范围 没有包含就是它的栏位名称 所以这个范围 然后其他的话呢 在把这个每一个他题目里面要求的 用F3把需要的东西带出来 一个一个分别完整 那其实很快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那当然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应该这个难度就变不是很高了 所以你照题目来做 那做完之后类似就是 这个Hlookup 那Hlookup实际上就是 我们原有股数加分配股数 不过你会发现 在一个格子里面 他好像F3只能按一下 所以像我这个原有股数加分配 股数我是把前面的公式东西拿来贴 或者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然后再来也是这样出1万 去税率表里面查一下 查到的是第几列 特别注意这个是Rowindex 所以比一定是比第一列 带过来的话一定是第三列 OK特别注意 然后range lookup一定是找那个接近的 所以这个地方只能用1按确定 其他的话这个部分就完成 那现金股利F3 乘上1减到税率 这个rank的话就有排名 排名的话当然就是把他的扣税后的现金股利 然后在这个里面比一下他第几名 那你会发现以前的那个分红还真的满好的 你看每一年税后 在年终的时候都可以领到几百万 好像500多万他才排第三书 如果排第一个的话他能够领多少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应该这个数字的话 在第一 所以以前那个竹科的最龙井的时候 真的都可以领个一年三千多万 其实就可以打算 应该可以打算退休了 三千多万 OK 所以不过后来好像税制改变之后 那疯狂还有就是景气没那么好了 好 那这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把 这边利用那个所谓的F3 那也就是利用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把这个结果很快的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并且呢 每一个公式每个公式上面的名称 其实就一目了然 但是呢 未来如果说呢 你假设像这里面的内容 每次每次都要做的话 那前面我们没有讲过 而且你可以有个清除 那如果说你希望呢 比如说你前面的资料又update又更新过 那你希望呢 假如不希望重新再做过一遍的话 有没有 我讲过好像就是直接按一下计算 自动全部又把它全部做完了 那这个怎么做的 我想主要是因为这边总共有D到H 总共会有五个五个栏 那这五栏里面实际上呢 它输主要就是怎么样 我把公式直接输出了 所以前面有讲过说出圈格里面呢 如果你希望把前面你曾经做过的公式 利用一键呢 就全部帮你把它输出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 第一个先做清除 清除怎么做呢 其实我想这个前面应该都有讲过了 第一个就是什么 你从第四列就第四列到Range A4向下追踪 到最下面列 然后有个NAS 有个FALL有个NAS 那把D栏到H栏丢什么 丢空置串给它 这样子不就是清楚了 这个好像前面有写过好几次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如果说你要输出公式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嘛 输出公式实际上就是 直接把你原来写好的公式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就好了 但是贴上这个公式 我讲过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 如果你公式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它变成两个双引号 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里面有那个列的话 哪一列你要把它改成I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来看 假设你这边这个公式 你要放到哪里呢 放到计算的话 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先做清除之后 再把清除的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底下的这个就是贴上之后 把它改个名称叫计算 那后面的东西从哪边来呢 从这边Ctrl C 取消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这个双引号中间 但是贴上的时候呢 记得要检查两个东西 第一个 有没有双引号 如果没有就跳过 第二个 有没有跟它这个列 同一列的列号 如果有的话把它改成I 这个应该有前面有讲过 那改I的方法 就是把I选起来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这个I指的就是 end前后要加空白 I指的就是 因为你是从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你一直都是4它输出 就变成一直都是第四列里面的东西 它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当然你输出一个 比如说我先全部清楚 做完一个之后 你可以先试试看 这个有没有出现 有出现了 那再来就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你可以先把那个公式 先做出来 再来贴 贴贴贴贴 总共会有五个公式 那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就贴上就好了 没有问题 这个也直接贴上 这个也不用改 因为这里面也没有列号 也没有那个双引号 然后现金鼓励 其实用名称的好处贴公式更简单 因为名称里面 其实就没有那个哪一个位置 而且没有什么双引号之类的 那会更简单 可能Rank EQ里面有个居士 所以把它改成这个I 其他就OK 做完之后的话 你直接把它执行 所以我这边把它直接做完之后 那你再加两个按钮 这样就可以输出 清除就完成 那这样的方式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要再动太多脑筋 去想这个VBA里面再怎么改的话 那你干脆就直接怎么样 利用输出公式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把一些更新过的资料 重新 当然你后面还可以套一些 前面讲过的格式设定 然后再把它输出报表 你就可以直接列印除去了 OK 来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